圣经很清楚地启示 在主耶稣再来之前 这个世界必定有大灾难 是上帝对世人最恶的审判 启示录的第六章提到 当主揭开第一至到第六个人的时候 每次都有灾难的来临 分别是迷惑人的敌基督 战争 饥荒 死亡 逼迫和地震等等 实在是令人惧怕 有人会问 那未信主的人还有没有希望呢 答案肯定是有的 当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 曾经向门徒说过 在他灾来之前必定有灾难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和五节的经文说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 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这个就是敌基督 接着六至八节的经文说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在讲完将会发生的灾难之后 主耶稣说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首先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 然后是世上其他的人 启示录的第七章二和三节说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 从日出之地上来 拿着永生上帝的人 他就向那得着拳兵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 大声喊着雪 地与海并树木 你们不可伤害 让我们印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 印是安全的保证 受印的来自以色列各支派 总共有十四万四千人 他们被拣选 在灾难当中成为上帝的伏仁 传扬福音 除了以色列人之外 还有世上其他的人 启示六七章九和十节的经文说 此后我观看 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 各族 各民 各方来的 暂着宝座和羔养面前 伸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 大声哭着雪 愿旧恩归于座在宝座上 我们的上帝 也归于羔羊 接着第十四节的下半节说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 把衣裳洗白淨了 这些人拿着宗树枝 慶祝苦难已经过去 最后启示六七章十七节的经文说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 必牧养他们 令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上帝也必拆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在主了来之前有灾难 不过在灾难当中 仍然有拯救和欢呼 带给我们以下宝贵的启示 第一 上帝充满慈爱和守约 上帝保护他的子民 和他所拣选的人 被人有悔改回头的机会 所以我们要把握眼前的机会 千万不要辜负上帝的慈爱 否则会面对审判 第二 灾难是主在来之前必定有的 不过圣经告诉我们 属于上帝的人有盼望 有上帝的拯救 所以不用怕 第三 要把握机会 向未信主的人传福音 我们同心祈祷 慈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你是信实守约的主 纵使在末日之前有灾难 你仍然给未信主的人 有救恩的机会 猜显你所拣选的仆人 向他们传扬福音 主啊 感谢你对选民 以色列人的爱 在灾难当中仍然孤念他们 并且猜显他们去传扬你的救恩 我们也都感谢你对世人的爱 求天父教导我们 在面对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 反省自己的行为 悔改并且归向你 根求你感动你的教会 在末日将快来临的时候 积极的传扬福音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门 祷告是人向上帝 倾心吐疑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代讨 代求 请在本节目的 comments地方留言 或者将代讨事项 传真至 praytimeatkairosusa.org 愿神自福看顾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